赵敏vs周芷若 哪个是你的最爱 倚天屠龙记中 张无忌与赵敏神仙眷履 可是历史上的赵敏远没有这么幸运 半生幽禁还被逼殉葬 聪慧无比的敏民郡主 为何会落入此番境地 他的历史原形是谁 在倚天屠龙记中 赵敏本名敏敏特木尔 父亲是元朝的汝阳王 哥哥则叫做王宝宝 王宝宝作为元朝名将 也的确有个妹妹 这便是赵敏的原形了 他的名字叫做观音奴 不过他的一生 活得那叫一个憋屈 起初兄妹二人因得罪权贵 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大都 王宝宝一直外出作战 乌侠顾及家中的妹妹 观音奴便落到了明君手中 朱元璋十分欣赏王宝宝 称之为天下奇男子 为了招强王宝宝 朱元璋便把他嫁给了 二皇子朱赏当正妃 观音奴就成了秦王妃 可为什么是二皇子朱赏呢 朱元璋可是考虑的清楚 观音奴是蒙元血统 而且是敌国之女 娶他单纯是为了王宝宝 朱元璋要找个没什么才干 身份又尊贵的皇子才行 二皇子朱赏昏庸无能 胸无大志 用来联姻最好吧 朱元璋各方面考虑的周全 就是没料到朱赏 根本瞧不起这个正妃 见面不是冷嘲就是热讽 夫妻感情是一点也没有 这种情况下 观音奴不可能育有子嗣 好在这时王宝宝还活着 朱赏除了语言攻击外 还不敢进行物理攻击 几年后王宝宝去世 朱赏又娶了侧妃邓氏 观音奴的好日子彻底结束 赵敏没有嫁给张国际 成婚后还被丈夫一直虐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朱赏不喜欢正妻众人皆知 他与侧妃邓氏自有相识 勉强称得上青梅竹马 最重要的是二人性情相投 都是没什么道德的人 他俩整日聚在一起 虐待王府工人侍女取乐 时间久了 邓氏就觉得没意思 观音奴就成了他们的目标 此时邓氏已连生三子 但因观音奴占据正妻之位 三子皆为庶主 虽说府中无嫡子 朱赏又尤为偏爱慕自己人 但是哪有不想生殖的人 邓氏当然也想 于是他就对朱赏提议 将观音奴关起来取乐 朱赏也觉得这主意不错 观音奴被幽禁在了别院 每天都只能吃剩饭剩菜 观音奴虽为秦王妃 日子过得却与囚犯无异 二人日日折辱他取乐 邓氏本以为这样 可以逼观音奴自行了断 谁料人家就是不上钩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几年 后来邓氏自己作死 觉得他的衣服不够滑贵 让朱赏给他做一套皇后的 奉冠奉袍来做 朱赏这个二傻子还真就做了 朱元璋大怒 刺死了邓氏 乐令儿子好好对待妻子 朱赏将这话当耳旁风 继续幽禁观音奴 邓氏自以身亡 正非被囚禁 秦王府没人主持家事 莺莺艳艳艳 为了讨朱赏欢心 府中的工人越发被虐待 朱赏担心工人到京城告状 索性将他们全部灭口 灭口的刑罚也甚是极端 比如将犯错之人活活冻死 秦王府中老幼工人 知道自己早晚都要死 索性就拉上了朱赏垫背 将他给堵死了 秦王死了 秦王妃怎么办 赵敏从未遇见张无忌 半生幽禁 还被逼殉葬 他为何会落得如此呢 朱赏被几个老工人 堵死之后 观音奴便为夫殉葬 与朱赏合葬在了洪古园 朱元璋知道以后 非常的悲伤 此其嗜好 敏烈 之后侧妃邓氏所生的 庶长子朱赏炳继王位 观音奴与朱赏根本就没感情 要有感情 也是憎恨厌恶 谁会爱上一个 数十年苛待自己的人呢 那他为什么要殉葬呢 这不是他能决定的问题 而是他必须这么做 假设观音奴没有殉葬 王府当家的是邓飞的儿子 邓飞对他如此痛恨 邓飞的儿子 又怎么会给他好日子过 也只是继续被苛待而已 而且朱元璋也不会允许观音奴 继续活在人世 虽然朱赏被毒杀与他无关 但朱元璋可舍不得自己儿子 在地下无人陪伴 不论朱赏喜不喜欢正妻 丈夫死了 他就必须要殉葬 朱元璋所有的儿媳之中 他是唯一一位殉葬的正妃 有其原因大概是王宝宝早已去世 残缘势力被清理得差不多 再也不能对明朝构成威胁 观音奴已经没有任何用处 恰好朱赏又被毒杀 朱元璋也就顺水推舟 了结了这位敌国之女 所以不是观音奴想死 而是所有的人都在逼他死 纵观观音奴的一生 虽为猛元贵女 荣华富贵没想到多少 却一直被身份所累 比影视剧正的赵敏惨多了 相比小说而言 历史往往更加残酷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